他叫慕青岚 本是家中的掌上明珠 天真活泼 生活无忧无虑 不料家中遭逢巨变 父母双双 战死沙场 胞胎哥哥也为了救自己惨忙 为了复仇 从此他女扮男装 顶替自己的哥哥木林含活下去 自从家中遭变后 青岚每天都发着噩梦 梦到自己的父母 梦到自己得到黑色玉桶后 被人追杀 哥哥为救自己而忙 家族中的敌方 也利用他原力枯竭 还有种种借口打压他 从而主族除名被贬为之戏 穆青岚还没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突然外面传来呼喝声 门口站着木叶的跟班 口中叫嚣着这小子敢偷东西 给我搜 穆青岚说到哪里来的狗在叫 只见那跟班 闻言恼羞成怒 直接冲上来就动手 却没想到沦为废人的木林含 还是能顽虐自己 门口这时再次传来声音 原来是正主木叶来了 他叫嚣着不见了的圆丹 除开成了废人的木林含会 偷想不到有其他人 还不停地说着木林含克死父母 侍媚求生 木林含因为原力倒退 暂时不是木叶的对手 强忍着回了一句 我会看得上 你那登不上台面的圆丹吗 木叶听不得这语气 上来就是一掌 还真当自己还是主族的天之骄子吗 这时倒在地上的木林含 只是惊飘飘地说着 我好歹曾经试过 而你曾经不是现在不是 以后也不可能试 木叶听闻眼中满是杀意冲了过来 正当他继续想下死守时 门外传来了管事的声音 才阻止了这场争斗 最后还是踢了木林含一脚说了句 家族试炼中就没那么好运了 而木林含也是谋划着什么 注意看 这男生为什么要指挥着一群老虎 原来就在不卷钱 有入山脉外围 管事正在宣读着这次家族试炼的规律 同时让大家不要到山脉的身处 不然就是长老也就过来 这时木叶上来 邀请木林含一同死 木林含也没有拒绝 他们心里各自算计着 就走向深处 木叶还带着一众跟班 似乎志在闭嘴 他们一路走着 突然一声 呼叫响起跳出一个大白虎 木叶让木林含上去对付白虎 尊明就是想要上去对死 木林含也没那么傻 笑称自己现在就是废人 还得养账目大公子 就往后退去 那老虎可不理那么多 呼上来就咬 木叶只能慌忙还击 可还是迟了 身上被抓出一道血 旁边的木林含见状 一边说着风凉话 一边往树上跳 木叶招呼众人一起上 在河击下老虎 很快就给木叶打出原单身 这时木叶看向树上的木林含 想着就在自己里面 木林含也不慌笑道 想要对付我 首先要能活着离开这里才行 木叶正以为 他在装神弄鬼的时候 周围已经给一群白虎包围了 这时他才知道自己 中了木林含的算计 注意看 这个俊美的男子和人打招呼 第一句就是 你还没死的吗 就在前不久 木叶一伙人在老虎的围捕下 立马伤亡惨重 很快就只剩下木叶和其中一个跟班 这时跟班正在老虎狗中求救 木叶前一刻还凭着危险上去救人 下一刻为了给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亲手把人推到老虎口中 木青兰见木叶这么狠毒 也是眼不见围镜先撤 这时在木青兰的身体里 传出一道声音 只听他说道 你这小丫头手段倒不少啊 木青兰好像已经知道 他的存在一样 也没有任何惊吓 只见他回应道 人尽我一分 我尽人十分 人犯我一寸 我必斩草除根 那声音再次传来 你马上跌破一阶原力 到时候你体内的玉筒 就会融入你身体 改变你的原脉 木青兰找了个安静地方 盘膝而坐 只见他身前浮现出一个黑色玉筒 之前那道声音 就是从这玉筒中传出 原来木青兰的原力 从九阶一直下降 就是因为这玉筒 只要降到一阶重新开始 才能到达最强 玉筒还告诉他 陆之上无数强者争夺 不知多少顶尖人物丧命 都是没能得到这东西 他不过是毁了原脉 便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了他 自然是天大的机缘 可真是命好 木青兰想起死去的哥哥 如果可以选择他 宁愿不要这个玉筒 还有不是组长 让他顶替哥哥的身份 恐怕他已经给人害死了 这时木青兰问起 这道声音的来历 那道声音似乎有所顾忌 只是说了自己的名字 雪佑 突然周边传来阵阵响声 只见一道人影向他攻来 正当马上击中他的时候 后面一声轻贺 墨语助手 才阻住了那道人影 只见一英俊的年轻人 慢慢走出来 说道 木林涵 你还没死吗 这正是我们的男主 云翼 这凶猛的伙尸 在男子面前 如小狗般温讯 就在刚刚木青兰 正在修炼时 被云翼撞见 云翼这时满脑子 竟然是他们两兄妹是深夜 尤其是那个总是 擒着三分笑意的少女 云翼可能是太想木青兰了 开口就是挖苦难庄的 木青兰不在乎妹妹的生死 这下戳中了木青兰心中的疼 不过他却不想过多纠缠 你自己现在是个废人 为借口就要离开 云翼听到他废了 竟然表示可以帮他恢复 这下把他背后的墨语吓了一跳 他沙发果断的主子竟然帮人 突然一阵笑声在后面传来 接着一个黑袍人 出现劫持了木青兰 他是冲着云翼来的 他以为这是云翼的相好 却发现是个难的 木青兰趁黑袍人不注意 挣脱出来 正呼叫着云翼出手 在那墨语看来 他的主子应该不会出手 但云翼出乎他的意料 直接就把那黑袍人的攻击拦了下来 这下可把他随从吓了一跳 因为现在还不是和黑袍人交手的时候 不过云翼也不打算练战 拉着木青兰直接就先撤 黑袍人正想追过去时 却被墨语挡了下来 这时木青兰他们来到一个山洞前 只见哪里闪着火花 突然跳出一个满身是火的狮子 木青兰身体里的玉筒传言道 这是一头刚生产完的六瓶火狮 它生产时产生的火灵元金 对人类有极大的好处 不过现在原力倒退的木青兰 可不是那狮子的对手 云翼似乎也是为此而来 火狮那边发起攻击 不过很快就给云翼制服下来 这时木青兰已经抢先进入了山洞里面 所谓富贵险中求 注意看 这头神兽拒绝男主 要主动献身给女主 就在刚刚木青兰抢先进入山洞之后 火狮不管云翼也跟着跑了回去 正当木青兰在那里看着真多火灵精时 火狮一声怒吼就扑了过来 火狮接二连三的攻击 全部给木青兰躲开了 而且还给女主的匕首刺伤 这时跟了进来的云翼 惊讶着女主才能挺住 火狮受伤后更加狂躁 双脚一踏竟然把地面踩裂开 原来地下面躺着另一种空间 木青兰见状可不管那么多 率先就跳了下去 火狮和云翼也紧 来到地下空间的木青兰发现 这里到处布门了火精 中间还摆放着一张用火源精做的床 床上正趴着一直不见身影的小火狮 木青兰正要上前去时那火精床 传来了破裂声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红色身影在眼前闪躲 原来是赶过来的母火狮 现在正叼着小火狮 在一旁瑟瑟发抖看着金床 一道金光伴随着一声 一叫冲天起 竟然是九品人兽朱雀 只见他口吐金光直射火狮而去 原来火狮利用他的火源力来产杂 已经侵犯了他九品人兽的云翼 这时云翼慢慢走进朱雀 轻轻地说着 让朱雀选择自己走 还是被捉住 原来朱雀才是云翼这次来的目标 可是身为九品人兽的朱雀 却高傲得火 他扭过头看着木青兰就冲了过去 这时的木青兰还在和玉统商量着 这么奇的朱雀 想不到朱雀就自己送上门了 不过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注意看 给朱雀主动送上门的木青兰立马到地不起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朱雀可不是给木青兰送机缘 他是为了利用木青兰肉体增强自己的力量 只需片刻 女主就会暴体而忙 云翼在一旁思考着 最后还是出手相救 毕竟他还欠着木青兰的人情 他却不知道眼前的就是木青兰本人 女主的意识空间里 他正痛苦地承受着朱雀的火 突然他感受到云翼传进来的云力 不过在他看来 就是有云翼帮忙最后还是会死要 毕竟这是九品元素 黑色玉桶却传来得意的声音 这里可不是想来就来的地方 想利用女主的肉身 也要看看能不能走的 一道黑色法阵缓缓升起 这时身体旁的云翼正惊讶地看着木青兰 因为他刚刚把云翼的原力驱逐出了体内 然后盘坐起来修炼 原来木青兰的原力这时终于跌破了一阶 现在正是普尔后利的好时机 意识空间里 朱雀已经给他黑色法阵捆绑了起来 木青兰已经掌握主动权 但身为朱雀一族可没那么容易臣服 黑色玉桶可不惯着他 直接让女主杀了就是 反正力量也得到了 这下他才慌了 连忙答应祈愿 不过木青兰现在要的却是臣服 要么死要么就任木青兰为主 朱雀可不想在出生第一天就夭折 只能同意 现在木青兰的血脉和原脉经过 玉桶和朱雀之火的双重淬炼 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 注意看 这男生的演技堪比引力 明明是自己想杀人 却说成自己是受害者 就在刚刚木青兰从修炼中苏醒过来后 两人一阵沉默 女主想着她 是不是看到自己的玉桶 这时 云翼开声道 抢了她的朱雀拿什么来 木青兰说 要么杀掉自己 要么让她把自己一起带死 这下女主的表现 尽是女儿之子 当云翼就快碰到她时 两人却是一阵尴尬 木青兰赶紧借口 现在家族试炼 已经过去三日 自己必须回去了 一边说着 一边就走到火石前 取走了火石的圆丹 这圆丹 可是能让她拿到试炼第一 云翼在感叹当初的强者 现在竟然还在乎一个家族的事 木青兰再次来到云翼面前 告诉她 想要朱雀可以的自己事情 解决了在她 云翼看着眼前的男装木青兰 再次和一个女子身影 重叠在一起 一阵出神后 她也只能答应下来 另一边家族集中点 管事正在轻点着人数 这次的试炼 一共十八人身余 而且还有五人找不到 家主疑惑着 都是谁没有找到试 有人说出全是木叶 一同出发的队友 这下木叶顿时引逼上身 她污蔑着木青兰 引来虎群残杀队友 自己是多么的 勇敢和老虎活动 为此身上还挂了台 可惜最终自己实力不足 还是没有保护好众人 正当她得意着自己的演技时 一阵掌声响起 木青兰从人群中缓缓走出来 这一下可把木叶下的冷汗直流 注意看 这男生前一刻还来势汹汹 下一秒就给对方秒杀 原来就在刚刚木青兰来到现场后 家主询问她有没有要解释的 木青兰说到自己一个 废人何来的能力 隐瞒虎群 倒是木叶为了自己逃命 把队友往虎群中推去 这下木叶可疑了 努力解释着自己和队友的感情好 怎么会害她呢 而且还不死心 再一次提起虎群 就是女主隐瞒 这时废人的身份 给了木青兰一个很好的演技 就连家主都觉得 木叶在胡说 直接开始这次的试炼评判 众人纷纷拿出一些 普通的二品原单 木叶也拿出了之前白虎原单 这时传来一阵阵的议论声 这可是二品尖锋原单 木叶挑衅地看着女主 女主很无奈地说 自己可没什么二品原单 然后不慌不忙地 拿出之前的伙食原单 表示自己 只有这么一颗六品吧 众人都给这原单惊呆了 不过很快木叶就上前怀疑女主做假 因为整个洛西城 都没人有能力斩杀六品原兽 就算是有人能杀六品原兽 也会把原单带死 那是因为本少看不上 随着声音 云奕出现在人群中 然后人来到女主面前 还一面嫌弃他真丢人 木叶是真的没什么眼力 一直在叫嚣着 甚至还动起手来 完全不知道眼前的男子 不是自己能招惹 下一秒自己就到飞了出去 云奕一直没有动手 击退木叶只是他身边闪着的金色光芒 一旁的家主 连忙请求云奕手下留情 因为云奕比他还强大 他就算想出手救木叶也无能为力 云奕对家主说到一个六品原单 还不能拿下试炼第一吗 原来云奕觉得 木青兰太过模造 他可是想着快点带走主犬 这下家主只能宣布女主 为这次试炼的第一 可是众人纷纷表示不服 因为这原单是捡来的 木叶更是向木青兰提起了挑战 这时云奕却担心请木青兰来 毕竟他现在的原力没有非常高 因为云奕的关心女主 也满脸好奇地看着他 注意看 云奕在男装的木青兰注视下 竟然会感到有点脸红不好意思 木青兰还是答应了木叶的挑战 同时说到 这次的试炼 如果没有人能拿出六品的人单 这个滴自己就收下了 众人虽然不服 但也无可奈何 云奕表示自己有事 要先离去几天后会回来 说完就直接不见了身影 木青兰问起家主这次试炼的讲义 家主也不墨迹 直接就带他来到藏书阁 解说着他 只有一小时的时间选择武技 木青兰说了一句 自己可是有经验的就跑了进去 是啊 当初在主族 他可是那里藏书阁的常客 藏书阁内 女主正在认真地找着武技 玉统却传言到这里 能有什么好东西 当木青兰以为 他会拿出什么好东西时 玉统里的存在表示自己 只剩一道元神 哪里能有什么好东西 就在这世女主的手里 竟然传来原理感应 她拿起一卷 有点破旧的竹卷 上面写着清元斩三的字 这是一个残缺的玄阶功法 木青兰直接就选择了她 玉统也觉得她眼光好 因为这功法都能鼓齐 或者能到达地阶 回到住处 她就迫不及待就修炼起来 意识空间里 正浮现在她的身前 随着玉统的吸收和洗礼 一颗暗红色的圆丹 缓缓出现在木青兰的头上 她终于恢复到了原者的实力 玉统让她赶紧试试 清元斩第一层的威力 随着法掘的运转 一把泛着清光的长刀 出现在身前 木青兰拿着一挥 一道数十米的刀芒 向前砍出 手握清刀的木青兰是 必要拿回属于她的一切 三日后的清晨 比武场上 木叶早早就在等着木青兰的到来 似乎迟一点 杀掉木青兰 也难解她心头之痕 场外看热闹的群众发现 木叶散发着的远者气息 更为强大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木青兰一直不定出现 木叶已经不耐烦向长老 提出自己可以过去找她 女主终于慢慢走进比武场 木叶也是兴奋不女 在她看来 女主就是来临死 双方准备好后 比武立马开始 木叶上来就用顶全力 恨不得一招就没掉女主 台下的观众认为木青兰 是挺不过一招的 可是打脸来的是合起之快 木青兰只是举起单手 就把木叶拦了下来 木叶给吓到了看直闹 只能抬起左拳再次攻去 想借此带女主手中逃过 只见木青兰轻松躲过 接着手中拌起暗红色补颜一掰 随着一声清脆的断鼓声 木叶大叫着往后退去 忽然一把飞刀向着木青兰 进射过去 原来是木叶剑打不过的想想应照 不过这对女主来说 基本就是临上他 只见他随手就把飞刀夹住 然后飞身上前就是翼仔 木叶立马倒递不起 虽然木叶已经丧失战斗的力 不过他送的礼物还是要还给他 随着飞刀入体 木叶天七孔流血 木青兰这才发现刀上有毒 不过这是木叶的旧游自取 这场比武也在木叶挡下 很结束 事后组里的长辈讨论 这场比武的结果真是出乎意料 家族以为木青兰恢复实力了 在场的长老并没有看出 他用复原者的力量 而且实力还有所保留 有人就觉得木青兰下死守太过狠 不过也有人表示 这本来就是木叶害人中害己 这时家主初心阻止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因为一个月后的剧武大会 才是重点 让大家多做准备后 就各自离去 这个剧武大会 又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注意看 在这片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的山谷里 中间竟然建造着一座暗红调的宫殿 一个黑袍人 正在缓缓地往里走去 大殿中间坐着一个 浑身散发着强大气息的妖艳女子 黑袍人竟然在汇报着木青兰决斗的情况 他发现木青兰并没有成为废人 但是也没有发现黑色玉桶的踪迹 正当他还在汇报着什么的时候 一道白光一闪而过 黑袍人已经伸手二处 这心狠手辣的女子 正是魔宗之主的千决 他正慢悠悠地说着 木灵涵的名字 现在一身黑袍打扮的木青兰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给魔宗盯上 这时他来到了城里最大的神城 他要进去时 却给挡了下来 当他表明要出售火源金时 门卫立马攻进 请了他进去 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木青兰发现 今天城里的大家族都来人了 就连城里最顶尖的麦师夏中 也出来主食了 看来今天会有不同寻常的物品 不过好物一般都是放到最后 木青兰只能摆翻无聊的等待 期间江家大哨为了讨好叶家小子 买下了一颗二品人丹 不过给小姐婉拒了 很快物品来到最后两件了 也是今天的重头戏之一 一个名为天心允镇子的三星镇 这是一个可以进攻和疗伤的元气 虽然有点残疚 不过完全不影响他 现场的各大家族纷纷出手 尤其是木家主和江家大哨最为激烈 当大哨喊出一个木家主 无法承受的数时 木家主只能皱眉放弃 他作为一个知脉的家主 其实并不富裕 这时木青兰也是出手了 不过无论江家大哨出多少 木青兰都只是比他高出一颗 当他再次想出手时 随从却阻止了他 并且说到宝贝是好奈也要保得住才行的 看来他们是准备干剑不得光的事 这下江大哨只能暂且作罢 虽然木青兰尽的元气 不过他现在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江家大哨绝不会想到自己本是猎人 结果却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就在刚刚 虽然木青兰拍的元气 不过他现在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但不妨碍他去取消大哨没钱装什么好奇 拍卖师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拍卖品 顿时一阵红光闪耀着 正是女主拿来拍卖的元气 现场众人再次一阵紧讶 这次江大哨可谓势在必须 木青兰可没打算放过他 不过这次加价可不是只加一个 而是整整的一百万斤 江家大哨仿佛受到了羞辱一般 无论是家里的随从 还是叶家小姐的好心劝说 公 他势必要拍下这个元气 即使元气不值那么高价 他还是直接爆出了五百万斤的高价 当众人以为木青兰会再次加价时 他只是笑到大哨 就是好奇 在下真是自愧不如 并且表示自己可没那么多金币 气得大哨口吐鲜血 当场就想动手 不过却被拍卖施下中阻止 毕竟江家也惹不起拍卖行 这次的拍卖会也到了尾声 各自领了自己的所拍之务后 木絮离去 木青兰也走出了拍卖行 他这次收获可不少 除开派得的元气和卖火元石的金币 还有拍卖行赠送的戒子镯和紫金卡 不过这金卡他倒不在 他和他哥本来就是更高的黑金贵 就在他和玉统交谈着往回里去 很快就来到城外的九度山脉 木青兰正感叹着深山野灵的 真是好地方 大哨一伙随后就出现 江大哨现在可不需要掩饰什么 直接让女主交出元气 或许还能活命 毕竟自己拿五百万 就只开了个五元石 回到族中肯定不能过 木青兰这是气死人不甜蜜 他声称没有大哨的慷慨解放 自己还没有金币 能拍下元气 这下大哨还知道自己的女主慷了 他也不想再多言 直接上去就是动力 木青兰也正好让他们 试试心学的亲人展 两个吓人给逼迫 大哨看清女主这原者的实力 满怀信心地拿出了自己的勇气 口中还在不停叫嚣张 就向前攻击 木青兰一个轻跳 裹开了打来的攻击 然后一个扑卡 传出一声武器的碰撞声 大哨手中的原枪直接一碎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黑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紧接着一个手 已经锁住了他的脖子 这下子主动全摸在了木青兰 他给出三秒时间 那些随从自断手机 不然断的就是他们的哨 不过就在女主鼠刀一时 他就把大哨的脚踩断了 那些随从这才真的慌亡 只能自断了手脚 大哨以为这下可以多想 不过木青兰不打算这么快放开 拉着大哨就往树林立民 因为他想要不留痕迹离开 还需要大哨来争取点时间 注意看 木青兰究竟是做了什么 才让这美女这么有失常态 就在刚刚 三个打扮光线的年轻人 出现在幕府 他们在谈论着江家大哨被人教训 至今都还没能下床 估计今年的剧舞大会也参加不了 这三人正是木家召回 参加这些剧舞大会的 三人以木柳为首 其中一个少年 就自信地说 虽然江家临阵的成为第一 不过咱们在学院修炼了两天 这次回来必拿剧舞大会 更何况还要了解 木柳回来那么久 还没见到她的业底 一问才知道木业可能性 木青兰的住处 房门突然被人直接踢 原来是木柳 上门躺说法 木青兰一看她的装扮认出 是木府送出去的地图回来 不过她口上可不会让她 气得那两个满意子 就要动手 木青兰问道 大哥大姐 教训我也要跟着 木柳这才说出 身为同族比武女主 还吓死神 女主感到可笑 这本来就是两人之间的比武 再说木业也是咎由自取 木柳根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来寻仇 木柳见说不过 直接就动手 女主躲过后还调戏了一顿 接着就往屋外跑了出去 她可不想打坏自己的房间 木青兰再次说道 是个沉鱼落雁的鼓励 可惜本少也没什么兴趣 气得木柳抽出边底的弓来 不过却是抽了的空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人 已经出现在后面 木青兰已经把她控制住 同时向臀部抓了一把 她这是要把调戏进行到处 气得木柳面红耳赤 一身白衣的云衣突然出现在屋里 她讽刺着女主 都已经沦为废物 还依然这般心 吓得木青兰立马放手 而且还补了一句 她这样的 我还真看不上 这时云衣也不明白 这就生了自己 注意看 男主紧握着木青兰的手 是发现了她的女儿生了吗 就在刚刚给气到的木柳 冲到练武场上发泄着 周围的弟子 无不赞抬她的某个实力 那两个小跟班更是迈力吹跑 不过在木柳的脑里 却全是那种人 直到她冷静下来后 才发现木青兰 并不是纵人所说的父母 而且木叶肯定对自己一说 另一边 云衣一个跳跃 已经来到了女子面前 她这是来锁了朱雀 当女主再次说起 已经和朱雀契约的死亡 云衣直接就揭穿了她 根本就没有什么气 这下木青兰 直接耍起了小信 反正就是负责 就算云衣杀了自己 自己 云衣一阵沉思之后 竟然提出了交易 这下女主也是一阵惊恶 凭她对云衣的了解 对方可不是那么好说话 思考着 朱雀虽然在自己的体中 但实际性的帮助却不大 就算是交易也不是不行 还没等她想完 意识空间里的朱雀 已经出声反抗起来 同时还骄傲地扬起她那雀头 质问都把她当什么了 竟然拿来做买卖 木青兰直说 肯定是当你宝贝啊 不然怎么叫她 朱雀立马怒叫起来 这时裕统也是出声说道 其实 现在 就算是让朱雀走她也不是 木青兰这下只能拒绝交易 这下云衣竟然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貌似想动手硬抢 女主给她突然地举动下了一条 然后她直接就抢先出一条 速度极快的一拳打出 却给云衣单手就接了下来 云衣感觉手中抓着的拳头 有点小了 像个女孩子似的 不过更让她惊奇的是 木青兰的圆满恢复 女主表示自己有自己的办法 同时让她真要抢猪 却大可以动死 云衣不知道 为什么竟然转身就走 在木青兰好奇的目光下 留下一句好色为之 往一去 突然 一阵笑声在后面响起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屋顶上 同时一股强大的元力 笼罩着木青兰 让她动弹不得 就在刚刚 木青兰给人偷袭控制住 当她努力回头想看看是谁时 那黑袍人 已经把她拉扯到了身旁 口里说着 云衣不要的宝物 我要了 虽然她并不知道 云衣想要的是什么 突然一道白光闪过 原来是云衣出手了 黑袍人也是恼火 她都都已经放弃了 为什么还要来插手 木青兰这时 从黑袍人的手中 挣脱了出来 一招清元斩就砍了过去 不过给黑袍人躲开了 仅仅是断了几根发丝 接着黑袍人一掌 就把女主打飞了出去 眼见女主马上就要撞到地上了 云衣出现一把就接住了她 不过瘦了一掌的木青兰 还是口吐鲜血染红了 那白色衣裳 云衣把她安放好后 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这时 女主正在为黑袍人默挨着 云衣可是有着严重的劲力 她害云衣的衣服被弄脏 下场绝对不会好得了去哪 黑袍人看着云衣周边的天地能量 都在暴露 自觉不是对手 就想就此逃走 不过已经迟了 云衣只是把手一提 一握 一阵阵的园里围绕着她 还未等她出生求饶 瞬间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木青兰在一旁看着也是心惊 不知道云衣的实力这么强了 当初在中原秘境 自己可是不少对她下手 不过当时大家的境界被压制到一样 这时墨衣也是姗姗来迟 当她看到一旁的血水后 疑惑着少主 不是想等黑魔宗人齐了才收线吗 云衣吩咐着 现在只要见到黑魔宗的人 就直接灭了 墨衣好奇地看着女主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少主提前动手 同时也担心着云衣的安全 让她要不要先回去 不过云衣表示来了 自然就要收拾干净 当她看去女主时 木青兰却要好好地感谢她 毕竟每次都是她带来的无望之灾 次日清晨的幕府 云衣一大早就吃了女主的闭门羹 墨衣再一次感到不可思议 竟然有人敢给脸色她的少主看 不过云衣倒也没什么 只是吩咐墨衣把她在这里的消息放出去 把剩余的魔宗人全部引过来 房间内的木青兰这才想起 昨天魔宗的人给消灭后 木家主也是带着人赶到了院子里 看到地下的痕迹冷汗直冒 不过女主却表现得很轻描淡写 当家主问起 究竟是什么人来行凶时 木青兰看向了云衣 云衣这时却说了句 这是最后一次 这让木青兰一阵愕然 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算了 随后起来就要送客 她可不想和她待在一起 不过云衣却说 她可没打算离开 这可出乎女主的意料 原来云衣知道 魔宗的人一定会再来 她是准备在此消灭他们 木家主他们听到 云衣要住下来 可是十分的高兴 本来木青兰是十分的不情愿 不过转念一想 有这位大佬住下 就没人敢接近这 倒也方便自己研究之前 买来的三星镇子 但是当他拿着镇子时 却完全不知道是有方法 玉统传来了一阵取笑 不知道用途还那么拼命拍过来 玉统取笑过后 也是认真的科普起新镇子的知识 新镇子可不仅仅是保密 虽然眼前的三级新镇子的用途以外 不过那些强大新镇宗师炼制的高级镇子 那可是能活死人 肉白骨 一山填海 一亿敌万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听到木青兰那是两眼冒光 以为玉统里的存在就是新镇师 不过很可惜不是 但是在使用上 还是能指导一下女主 木青兰按她的指挥 把新镇子握在手中去感应 只要能感应到的星 越多距离越近 就代表天赋越强和操纵更不 当木青兰告诉她有三颗星在手上的时候 玉统惊讶着直呼不可能 这又是代表着什么天赋呢 注意看 为什么我们女主已经把人打倒了 还要上前去补一脚 就在前不久 木府里的人到处都在讨论着巨武大王 木青兰也是从他们口中得知 到时城里的年轻强者 都会去参加这一比试 第一名还将会得到天元朝的原力灌溉 正当她问起什么是天元朝时 身后想起一阵清脆的声音 天元朝就是每年这个时候 孟泽山中都会原力大涨 犹如潮汐 如果能得到灌顶 那可是大机缘 木青兰转的头去 还想了解多点事 木柳再次说道 地方是好 不过每年只有一个位女 所以各大家族都会为此争夺第一 女主听完也是很感谢她的解释 但是却给她起了个小辣椒的称呼 气得木柳就想动手 不过看到一旁的下人 在不停地甩眼子 这才想起现在的女主 可是有大老护着 只能讽刺一句 靠别人算什么男人 就快速地跑走 木青兰也只能一脸无奈地想着 自己可真的不是什么男人 巨舞大会很快也是如期而至 江家主一见面就挖苦木家主 竞牌可好 木家主想着给江家抢走的资源 就觉得恼火 表面只能强忍着 不过还是问候了一下江大公子 在江家主想发作时 叶家主连忙出来当和事了 这才暂且作罢 接着在主持的协助下完成抽签 比武的第一轮正式开始 首先上场的正是我们 女主对阵江家的江星 场边的观众议论纷纷 都是在质疑木家 竟然派个废人来参加比武 木将两家本来就积怨已举 江星更是叫嚣着一个手指 就能碾死女主 他出手更是狠毒 双指指取女主的双眼 当他以为得手时 却发现自己眼前的指是残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手就已经被女主抓着 木青兰先是一脚 所踩之处传来鼓掠的声音 接着再用力一踢 江星直接飞出十数目外 女主紧跟上去脚再次踩下 询问着 究竟是哪一个手指 可以碾死自己 注意看 正在观战的木青兰 竟然满脑子里都是云翼 他这是要爱上男主 就在刚刚他比武赢了江星时 江家主竟然要以狠毒为借口 取消女主的参赛资格 不过 这不是他说了算 木家主也是直言 本就是江星 想挖掩在前 难道木青兰最不能仿击吗 这是女主说的 成王败寇 弱肉强食 本来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当初在帝都比武 他把苏家大哨的腿打断 苏家也是服输 从未走势 想不到这江家苏家的脸面 还要打 江家主还想说着什么 木青兰清赫 胜就是胜 负就是负 难道江家主这都不懂吗 这是场下的观众 全部都是支持人 裁判 正宣布木青兰胜 台下的木柳 也是对木青兰的 有点花木相看 同时也是提醒着江家的人 可是很记仇的 不过女主 完全没把他们放欣赏 比武也是有序的进行战 直到叶家的二小姐登场 观众也是一阵骚动 原来叶家小姐 可是城里的第一妹 就连木青兰也向前走了几步 这下可把木柳惹谎了 让她断了这非分之想 叶小姐可是心高气傲的人 或许以前的她可能还有机会 木青兰表示 她可看不上叶小姐 同时她的脑海里 竟然想到的是原因 直到好一会 她才发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场上叶小姐的对手 是木家的穆灵月 因为对手是一个美人 穆灵月表示 要先让三招 叶小姐道谢之后 希望穆灵月尽力出手 因为这是公平竞争 台下又是对叶小姐的一阵阵称赞 穆灵月也不莫及 直接一招千叶飞絮 就向叶小姐过去 只见叶小姐双手 带着火焰优美的舞动 轻松便把攻击化解掉 同时那火焰也是向着穆灵月射去 仅仅是一招 就已经把穆灵月打到失去战斗 叶二小姐胜出 接下来木齐和穆柳 也是各自胜出后 第一轮的比试全部结束 注意看 比武场上 对手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 这男子竟然还高级武器想象死属 就在刚刚第一轮比试结束后 选手们再一次抽签决定自己的对手 由于现在还有15个选手 将会有一个人轮空 直接进入到下一轮 穆青岚也是运气 极加抽到了空票 穆柳也是一阵羡慕的 就连叶二小姐 也是恭喜她进入下一轮 不过其他选手 却是一阵潮热 穆青岚得意地说到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接着往旁边一座 再次出演 还不开始 是想让我久等你们 众人全部一阵无语后 比武也是再次开始 穆柳轻松再起一胜 叶二小姐也是毫无意外 进入下一轮 轮到穆齐 她竟然被打到就要 认输了 不过对手姜默阻止了 她的认输 直到把她打倒在地后 还高高举起了武器 穆家主再也忍不了 这根本就不是比武 是谋杀 姜默却无视了继续下手 穆家主含怒出手 一道原力就向姜默打去 姜家主紧跟着 也是打出一道火光 两股原力的碰撞 让姜默停顿了一下 穆齐也终于有时间 喊出了认输 这一下姜默只能放弃 姜家主恶人先告状说 穆家主随意插手 穆家主也是冷冷地回应着 难不成你把这里的人 都当瞎子吗 穆齐都已经喊认输了却 还百般阻满 为了阻止他们继续争吵下去 叶家主再次出来当合适 他们为了比武 尽快决出第一阵子 暂且放下 穆柳那边也是注意到了 姜默这个对手 女主却因他身上的杀气而变兴趣 这时的八名选手 也是全部定下来 另一边在穆家 穆宇正在和云翼 汇报着魔宗的人 请求到了 云翼得之后 也是向着目的地出发 注意看 这三个男子不当武德 唯一一个冤 就在前不久 巨舞大会终于来到最后一名 只要选手 第一个在孟泽山顶拿到信 这就是第一名 这孟泽山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需要众人合力打开他的鞋键 才会直接露出来 穆清兰和穆柳正行走在山里 穆柳在思考着对策 同时警告着女主不要拖后头 不过接受穆清兰的一番奉承后 也是心理 随后他也好奇 为什么穆清兰没有将心的减肩刀 却能打开他 还没等女主回答 树没暗器就向他们尽手 穆清兰也是甩出几把小刀 把暗器尽力 接着江家的三名悬手 树后 其中的黄发男还叫嚣着 让他们树没尽气 穆柳可不想和他们多废话 直接就打出一招 他们中的江墨却实施强 他迎上来就是一场 完全不落下 穆柳早就知道 他不是好惹的对手 把自己腰间的长边抽突 就是一个猛抽 江墨的身法都不快 瞬间就来到穆柳的身后 不过穆柳反应也快 直接就往身后 一直往上去 就在他们再次对准时 那个黄发男拿着弓箭出现 穆柳只能往后退去 却不知道 另一个江家弟子 已经在后面的一趟 正当他以为自己三面受责的时候 一把小飞刀一时的过 原来是穆青兰终于出人 江墨直言女主很逃 穆青兰也是很坦然的接手 江家人很快就再次出人 那个宗发男率先去攻击 黄发男就在后面放满箭 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女主的事 只见穆青兰速度极快 一刹那就把宗发男死死了反身 随后射来的案件 尽数了反身 黄发男见状 更是失去理论 再次守护数据 穆青兰只是顺势一抓 再反手 直接就把黄发男定义 这下就只剩下江墨一个对手 注意看 正当穆青兰 他们刚占领优势 形成二对一时 大帝突然裂开了 穆柳一时没留意 直接就往下坠去 另一边的叶家 那两个男弟弟 正在讨论 要不要去和江家脸上 先把穆家解决掉 但叶二小姐 似乎被他们的提议并不在 一道白色身影 突然出现在叶小姐眼前 仅仅是一个背影 就已经让二小姐脸上 看起了一封 双眼满 这白色身影正是云翼 他也发现了叶子 不过他现在 因为他的身前 出现了一群魔动的黑袍人 他们的头目 正向着云翼的自大几人 独自前来 接着直接救下死守 布下天罗地人 就向云翼攻来 只见云翼从容地抽出长剑 再往下一掷 大地马上四分五裂 冲出一股强大的阴 把天空的黑袍人 进水吸入 他们这才知道中了男主的陷阱 此前叶家人 本就该离开这世费之地 却因为叶二小姐的坚持 现在都还停留在原地观战 这时却受到了波及 在那强力的的引力下 就要往下掉 那两个男主 这时刻还不忘马赛 让二小姐先走 势必要阻止穆家第一 二小姐也是责怪这时 还顾得了这个 同时说到那穆家 估计是比赃三变 这时一股比地赛 还要强的引力拉着的叶子 直到来到云翼身旁才停下 二小姐正在道歉时 云翼却问出了穆家的人 不论 二小姐一脸痴迷地看着云翼 好一会后才想起一会 云翼这才了解到 原来穆青兰 他们全都在这 二小姐故作非他地站了起来 再一次感受云翼的旧意识 不过云翼关心的 却是云翼种先知的 不然 大帝再次裂开 二小姐也是毫无防备 就往下掉 云翼发现 等着山都塌陷 而且还不是他之前的步骤 他想到了穆青兰 可能会在地下后 毫不犹豫就往下掉 叶家二小姐却满心欢喜了 以为他是 就自己了 仔细看穆柳的表情和动作 他这是要爱上男装穆青兰了吗 就在前不久 女主为了救穆柳 也是跟着跳入了地下 不过柳却不会感激他 因为这高度就是没人救自己 我不会有事 他们在地下一路走的 发现这里也有冬天 穆青兰为了预防万一 还在沿途留下了记号 穆柳还在后面 漫不经心地说着女主 似乎很有经验 突然就撞在了穆青兰身上 只见一把飞刀射出 一条长蛇 硬生就落了下来 穆柳也是一惊 自己完全没有发现这些蛇 同时他不得不承认 女主比想象中前方 突然他发现 蛇群已经包围了他 穆青兰却说着 真是来了个好地方 穆柳正在后面责怪他 还有心思开玩笑时 女主不知道在身上找着什么 最后掏出一颗红色的珠子 蛇群在珠子出现后 纷纷散开 穆青兰这才解释 这是一颗六品元寿的元旦 元寿之间的等级森严 这些异品的蛇群 自然就要散去 穆柳再次震惊 他竟然会有六品元旦 同时觉得凭他的实力 还有一路上的表情 他绝不会去故意去害人 穆叶应该是咎由自取 想着想着 就不自觉地把手伸了回去 走在前面的女主 忽然再次停了下来 原来一个巨大的石门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地洞的另一边 叶小姐一路上 都在主动和云一聊天 不过云一一直没有搭理他 直到看到穆青兰留下的记号 他竟然露出了微笑 同时想起了他两兄妹 当初在中原密集总轮化想 不过想到现在只剩莫灵寒了 又是一阵可惜 叶小姐看着那记号 他以为是木领的客家 在结合之前的种种 他觉得云一就是为了木领 才追了下来 一路上他再次各种主动提起话题 不过云一从始至终都是无始 叶小姐可委屈了 怎么说他都是洛西城的第一名 巨石门前 女主试探性地扔出了一把小刀 直插在了门缝之间 突然一阵强大的威压 就轮罩了他们 木柳就想就此退去 女主却还要向前 他要进去 在他看来 这和当初的中原密集 你根本都不算什么 木柳在看到他那坚定的眼神后 决定要和他一起闯上一头 叶家小姐究竟是做了什么 木青兰竟然直言他没资格 就在前不久 女主正拉着木柳 顶着强大的威压 艰难地往门走去 木青兰感应到门里面有东西 在召唤着自己 突然一股寒气 从女主体内涌出 同时吸收的那些威压 原来是黑色玉桶主动护住 在那威压消失后 石门也是缓缓地打开了 当他们走进门后 发现这里简直是另一片天地 映入眼帘的是湖面平静 水清见底 山光水色融为一体 洁白仿佛置身于仙境之间 女主也是感叹着正是好地方 木柳发现 这里的湖 竟然是用碧玺珠旧的 她当初在学院做任务 也只是得了半个拳头大小 更令她震惊地 使女主手上荷花流出的液体 木青兰这时既然凡尔赛起来 不就是清玉随叶吗 小时候都是拿来泡澡的 后来不喜欢那味道就不用了 木柳再次震惊到一阵无语 随后女主也是把花 直接就送给了木柳 但她却不知道自己的无心之举 已经把木柳弄得面红耳赤 突然叶尔小姐 从石头的后面走不出来 木柳奇怪她 怎么会出现在这 叶小姐表示 大家本就是在这山里鄙视的 同时她夸赞着木柳 她们狼才女帽 真是天生一对 还故意去询问 刚走出来的云翼有没有同感 云翼再次无视 而是看向了木柳手中的花 然后冷冷地评价了一句 欲知低廉 差异 这可让木柳尴尬不已 女主这时也是直说 云少主背景强大 阅历丰富 自然是看不上 倒是不知少主 什么时候也有这般雅致 难道是因为有美人在旁 就算这简陋的地方 也变得有趣了 叶小姐在一旁 欣欣作态说道 自己怎么有资格 和云公子在一起 木青兰却毫不留情面地说 当然没资格 所以才说云少主 难得好幸运 注意看 这熟悉的一幕 悲剧要再次发生了吗 就在刚刚女主 完全不顾叶小姐的感受 说出她没资格后 叶小姐也是一时宇顿 不过一向善于伪装的她 只能委屈地说木少爷说的事 木青兰可不想和云翼 有过多纠缠 声称不想拖累对方 就此 木柳拉了她一下 表示有云翼 再不是更安全吗 这个举动 在叶小姐看来 简直就是过分 手里拿着别人送的花 还敢要求云少主保护她 而且她发现云翼的气势 也在变化 木柳还在游说着女主 希望可以一同找出路 正当木青兰表示 要自己不自走的时候 大地再次突然裂开 底下到处是红色的液体 女主她们毫无防备 就要往下调去 不过木青兰反应神速 一把小刀 就把自己钉在了削壁上 她发现率先掉下去的荷花 已经给腐蚀了 她连忙大喊鞭子 木柳这才想起把鞭子甩了上来 女主抓着鞭子 就要拉她上来 木柳这时时多么地恨自己 都怪自己修为不够 现在才成了累赘 突然小刀出发出碎裂的声音 木柳大喊着放手 她觉得女主做得已经够多了 没必要为自己付出生命 木青兰却没打算放手 反而是用尽力气一拉 终于在最后的时刻 把她甩了上去 木柳落地后 连忙爬起就想去救人 不过已经迟了 木青兰正在往下方坠去 芸易可不能真的看着木青兰 就这样上去 正当她手中凝聚着原历时 下方传来一声爆炸声 女主不知用什么手段 直接就冲了出来 芸易也总算是松了口气 早已哭成累人的木 见到木青兰平安 更是整个人扑了上去 看着这一幕的芸易 竟然有着一种酸酸的感觉 仔细看叶小姐的表情 她是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吗 就在刚刚木青兰脱险后 木柳激动地扑到了她的怀里 女主看着对方的眼神顿感不亮 这是要爱上自己的节奏 她连忙起来推开 激动的木柳 还是在为女主的舍身 香就赶到后怕 木青兰装作受了伤的样子 木柳这才冷静了下来 等看到女主偷乐的样子 才知道自己又给骗了 叶小姐也是从乱石头中 走了出来 木青兰回想起 刚才芸易似乎想出手就自己了 不过想到这尊杀神手段很辣 立马就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这时叶小姐心心作态地 关心着木柳他们 刚刚经历了生死节的柳 直接就回怼她 为什么刚刚不出手相助 叶小姐给她这样一说 立刻就戏即上升 那样子要多委屈 就有多委屈 气得木柳再也不想搭理她 但叶小姐心里却想着她继续 因为越娇蛮任性的女子 越不得人喜欢 更何况她刚刚还碰到了别的男生怀里 这些云少主都是看在眼里 这时木青兰借口说 鄙视的时间紧迫就往前面走去 云易却在后面说着 前方是死路 当女主问她怎么知道的时候 她的回答却是 就你现在的实力哪条路都是死路 这可把木青兰气得直咬牙 当初在中原毕竟自己 可是帮了她不少 现在自己的实力倒退她倒是硬前 云易这时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同时也是提出邀请想要出去 就得跟着她 木青兰不得不思考着眼前的情况 木柳也是在一旁劝说着 因为她希望云易可以带着女主安全离开 不过这可把叶小姐惹得又是一顿紧张 她以为木柳只是想小踏两只船 女主一番思考后 还是拒绝了云易的提议 不然 一股强大威压形成的龙卷风席卷而来 在风中慢慢显露出 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 只听她重重地说出 玄灵重地 擅长者 就在刚刚盔甲武士出现后 木青兰也是心中一惊 同时快速思考着 自己在这成立几个月了 还没有听过 玄灵重地这一地方 眼下能对付这武士的 就只有云易 木柳正大声说着 大家只是无意躺路 希望前辈不要为难 女主拦住了她并说出 对方只是一个腿磊 这下木青兰只能求助于云易 云少主本来也是很乐意帮忙 但是想起女主之前一直拒绝 也是有了小心点 木青兰只能喊怒说 收回之前的话 同时她还表示 会答应她一个条件 还没等他们商量好 回了一个 孤杀就向木青兰攻过来 在一旁的木柳 也很震怒 女主只能再次喊出两个条件 因为眼下真的不是傀儡的位置 下一个傀儡就已经 云易再也不能看下去 她一个闪身来到傀儡后 不过她却要木青兰答应她参考 女主只能点头答应 云少主果然是情 只见她手一挥 就已经把傀儡 从女主身上击飞 很快傀儡就再次站了起来 云易发现傀儡 似乎只会攻击女主 木青兰怀疑 是因为体力的召唤 这是一道道金色原力 从云易手中打出 很快傀儡就再也能动 但那原力的挤压下 变得四肃 接着云易手一握 傀儡在一口爆炸中消灿 木柳终于松了口气 叶小姐也是看得满心欢喜 她势必要得到这个 无论实力 还是背景的强大的 这时木柳 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女主他们很自然地看着对方 而且在无任何交谈的情况下 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想法一样 大家的目的地 都是主流的 仔细看这个 长得和女主一样的男子 正是他的哥哥 他是复活了吗 就在刚刚木青兰 用人来到主楼前 门牌上赫然写着 玄灵第三个大字 这里应该就是 傀儡所说的重地了 随着一声真命大 旁边走了出来一个男子 原来是江家的江墨 木青兰说道 是不是奇怪我们 没有死在傀儡手上 江墨冷冷地回答 你不得强 而且很聪明 其他人已经灭的 不过 这只会让你更好 木柳 也在一行质问着 这里的一切 是不是都是他搞出来的 目的是想灭掉所有的人 回答他的 却是一道金霉 原来是江墨手中的 物体照划 同时 他叫嚣着 能死在这里是 女主他母亲 这浩大的情景 在山外面的邓家主 也是看得一阵紧张 木家主更是想进山救人 不过发现杰杰更强了 就算和众人之力 现在也打不开了 但是 在里面的两人 都是好苗子 失去谁都是重大的损失 一番思考后 他想起了云翼 这一下 他连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离去 江家主以为 他是要帝都找救兵 不过帝都 离这太远了 叶家主 也是在担心着 他那宝贝女儿 一声告辞后 他也是匆匆离去 在众人离开后 江家主 露出了他得逞的笑容 原来这一切 都在他和江墨的计划 玄陵殿前 在那雷光消失后 江墨掏出一个 玉牌往门上暗去 随着大门的缓缓打开 里面露出了神秘的蓝光 江墨 直接就飞了进去 这下木柳才发现 江墨这是到了 玉天境东风 已经可以遇滚飞行了 木清兰这时 也是毫不犹豫 就跳了进去 因为心底那道 召唤更清晰了 云一趴他有危险上来 就想扶着他 不过还是晚了一点 通过了门后的 木清兰出现在一个庭院里 当他爬起来时 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 他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幕 因为前面的人 正是自己 招斯木桑的哥哥 这时 哥哥正在亲切地 招呼他过去 注意看 前一刻 还是兄妹相亲相爱的画面 下一秒 木清兰就亲手 把哥哥打破面了 就在刚刚木清兰 听到哥哥的呼唤后 整个人都呆住了 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却又那么的真实 他情不自禁地 就往前走去 拉着哥哥 心中有着千言万语 多想告诉他 没有了爹和娘 没有了哥哥 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这时 哥哥 还是一如既往地 关心着他 为什么不说话 给人欺负了吗 木清兰再也忍不住地说道 有哥哥和爹娘在 又有谁能欺负亲儿呢 他哥哥 回了一句也是 之后转头 看向了远方 女主也是顺着 他的眼光看去 哥哥再次说道 那里可是宝贝来的 乃是玄陵御主的 作画之地 御主已经可以 统领一方 整个帝国的御主强者 绝对不超过十个 御主的宝贝 也怕都葬在了这 木清兰想到姜默 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些 难怪他会这么疯狂 先前看到的玉牌 应该就是这里的钥匙 但是姜默是 怎么得来的呢 这恐怕是姜家 筹谋已久 这时木清兰 和他哥哥说起 自己也好像在内间 他突然想起 这和爹爹小时候 给他把玩的一模一样 正当他要拿出来的时候 哥哥却打断了他 一直说着山里的传承 似乎只想带着 女主往山里 这时 女主再也不能骗自己了 他轻轻地说着 这真是哥哥 你该多好啊 哥哥用着他 最熟悉的动作 回应了他 木清兰感受着 最后的温馨 一拳就把眼前的哥哥 打到消散 口里念着 哥哥可不想 我困在这里 然后他从戒子镯 拿出一个玉牌 竟然是和姜默的一模一样 究竟父亲 又是怎样得到的呢 这时手里的玉牌 竟然泛起青光 那道青光 只往山里冲去 似乎是让女主过去 木清兰也是毫不犹豫 就往山里走去 这时云翼 也从幻境中走出 不过却是满脸通红 他究竟是经历了 什么样的幻境 仔细看这情景 玉主传承 是要给姜默这反派得手了吗 就在刚刚脱离幻境的云翼 仍然是满面通红 他想不到在幻境里 幻化出心中重要的人是他 一番清醒后 他也是发现了 这里的玉主传承 同时想到 某人肯定不会放弃这种机会 另一边穆家 穆家主终于来到云翼的住处 墨虞也是很快就显出身来 穆家主连忙说出 孟泽山的塌陷 还有希望请求出手相助 墨虞文言也是一惊 不知道 少主会不会也在里面 同时他安慰到 穆家那位真出世少主 绝不会不留 穆家主猜测着穆青兰和那少主 到底是什么关系 穆青兰这边已经走到了山里 突然听到前面有动静 闪身一看 原来是姜默站在一块墓碑前 他把之前的玉牌再次按了上去 穆青兰现在心中满是疑惑 为什么背上只有一个玉牌位置 然而自己身上的也有反应 这时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伴随着金光一个虚幻的白发男子 浮现在半空中 女主立刻感觉到对方的强大 姜默疑惑地 说出一句原神之印后 立刻跪倒在地 表示希望可以得到前辈的传承 那白发男询问着 是想要自己的传承吗 正当姜默再次恳请成全时 迎来的却是一道攻击 姜默虽然给击倒在地 不过还是希望可以说服对方 但随着白发男逐渐争吟的表情 姜默直接站了起来 同时嘲讽的对方身为玄灵御主 竟是这般自私之人 这时那白发男冷笑地说着 玄灵御主吗 那个畜生 怎么有资格和本御主相目 这下木青岚和姜默无不震惊 这究竟是谁 白发男似乎没准备让他死的明白 只是嘲笑着找人都找错地方 就直接出声 姜默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给控制住了 他难道就这样给白发男灭掉吗 注意看 在宝物面前的叶小姐 终于不再保持他的淑女形象 生怕自己的落后 哪怕也 就在刚刚白发男准备了结姜默时 姜默双眼泛着蓝光 竟然挣脱了空 白发男也是有点小意外 姜默的气势还在飙升 在蓝光的涌动下 他的境界竟然提升到了什么过境 随着境界的提升姜默表示 传承他要定 在木青岚看来这力量绝对不属于姜默的 虽然看起来 堪堪能抵挡他的几成 但是停不了多久 在山的外面 墨鱼也是随着穆家主来到了解解起 一直没离去的姜家主不识好歹的嘲笑 这可不是什么呀猫啊狗都能解决的问题 墨鱼只是一个冷冷的眼神 姜家主立马就赶到了对方强大 这时姜默一道攻击打突 并没有打中目标反而打在了墓碑上 墓碑给击中后慢慢从中间裂开 接着一道道的火光 红中射出 众人都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穆青岚却不知道的背后 正有人在慢慢靠近 这个人更是一掌 就要把女主从暗处推到明处 穆青岚在刹那间就反应过来 反手一抓 转头一看 正是满脸惊慌的叶小姐 就算是这个时候 她还不忘装一下 表示自己半岛才推了她 不过穆青岚却不受她这一套 诀言 她根本就是想要保护就直说 出了手还不认 简直就是阴险卑 叶小姐见状装不下去了 就要动手 穆青岚可不会怜香惜玉 直接一脚就把她踢了出去 姜默趁他们不注意扑向了穆碑 叶小姐见到再也不顾得了 也是飞身上前就要抢脱 不过还是慢了 姜默已经手握着那宝卧了 叶小姐不死心地认出一条丝带 不过在姜默眼里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随手就把那丝带扯乱 很快她就发现原来那丝带 另一边的白发男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她兴奋地说着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她究竟等到了什么了 注意看 究竟是什么事 让一向冷静的云翼如此分敌 就在刚刚白发男突然放声大笑 说着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正当众人不明所以的时候 她这才说到 那根骨头是玄灵的传承 没有 不过同时那也是要来镇压自己 姜默表示 要利用骨头再把她铁压回去 那白发男却毫不在意 她手一挥 叶小姐已经出现在她的面前 叶小姐再一次装起骨骨 但是在这种强者面前 根本就是笑话 叶小姐未求放过 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 这白发男似乎是个老个胚 顿时来了性子 只见她手一挥 叶小姐的外衣瞬间做话为物 这下她真的慌了 前面那些话 不过是权衣之计 她想得到的是 云翼那种 这时她准备过水冬 正在极力推荐着木柳 那可是比自己容貌更好的美人 在一旁的穆青蓝 不禁为木柳担忧 那白发男却表示 只喜欢叶小姐这种温温柔柔的女子 这自私女见对方不为所谱 竟然只向穆青蓝 同时解释着对方有了一个暴怒 这下穆青蓝的杀气顿起 那白发男当真来了兴趣 他观察着眼前的少年容貌 堪称爵士 若为女子更是不知何的 想到这里 他就让女主教人 正当穆青蓝愤怒不已的时候 一道白色身影冲了上去 原来是云翼出手的 他在为对方想得到木柳满耳奋 白发男也是心惊 因为他完全没感应到对方的存在 这时他一边退 一边把叶小姐扔了出去 这下他总算是安全 云翼却完全不理会他 再次发起了进攻 把那白发男打到连连倒退 接着手中的长剑消失 换成一个金色的元气 再次冲了上去 白发男这下真的慌了 连忙喊不认输 同时愿意说出玄灵的团承戴 不过云翼却没有平手的意思 那金色元气 直接就把白发男控制了起来 他再一次心惊对方 竟然有伤得了自己元神的勇气 一旁的穆青蓝不明白 云翼的杀气为何这么重 另一边的叶小姐 却以为云翼是为了他 穆青蓝终于明白到 原来云翼一直喜欢的自己 就在刚刚云翼控制住了那元神后 女主还是想不明白 一向冷静的云翼为什么生气 绝不会是为了叶家小姐 那么究竟是谁吗 不然他想到一种可能 但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 直到云翼转头看来 在两人的对视下 穆青蓝这一刻似乎真的 云翼也觉得眼前这少年 就是穆青蓝 就在这短短一瞬间 那白发男竟然挣脱了空气 就在云翼再次出手时 姜默手中的骨头 忽然也追到蓝光 那蓝光更是直冲向了穆青蓝 还没等女主搞明白 手中的玉牌更是散发着热气 接着那蓝光带着他就往山下冲去 云翼见状更是紧张 直接跟着跳了下去 而叶家小姐还在自作多情的 叫着我还在这 姜默这下也知道 传承是不可能得到的 还是保命要紧 在一旁的白发男也在小声地说着 玄灵啊 想不到你还有这招 不过凭那少年就可以救得了你 穆青蓝在玉牌的带领还在往下冲 再往下就是一片湖泊了 这时在后边是云翼也是追了上 女主星想自己去找传承 她跟着来这是干嘛呢 就在云翼马上就要拉到的时候 穆青蓝一拍就打开了她的手 给了她一个微笑后 就往下面坠去 云翼也是一阵 很快她就来到了底下的湖 那湖水在她脚下 就和平地一样可以行走 云翼还在想着为什么会得拒绝 漫不经心地在湖面上行走 忽然 她看见远处的湖边 似乎有一个人正坐在那 等走近看清楚 正是衣裳上有点凌乱的穆青蓝 这时 云翼看着头发全部散了下来的女主 情不自禁 就喊出了两个字 亲啊 穆青蓝这是要身份暴露了吗 就在刚刚云翼看着那熟悉的脸庞 一度以为 这就是想念的人 不过仔细一看 那敌的确确实难而生 这时 女主慢慢睁开了双眼 在她晃晃悠悠站起来后 开口说道 云大少主这亲儿 是在换谁呢 似乎认错人了吧 云翼带着少许期望的回应 未必 我并未亲眼所见她身死 其实她是多么希望对方 就是穆青蓝 女主这时冷冷地说着 我们兄妹确实和你有几分恩怨 但也不至于 就临死 都让你来确认吧 难不成 你还以为我就是她 是的 我是怀疑的 因为那双眼睛只有她 云翼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同时她再次追问着 她没死 是吗 穆青蓝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撞落疯狂似的说着 你以为我不想吗 若是可以 我宁愿用我的生命换她活着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过问我们的生死 这时的云翼也是冷静了下来 眼前这确实是一个少女 就算是利用元气换变了身体 自己应该会有察觉 女主再次开口 你不会是对我妹妹有意思吧 她只能连忙否认 穆青蓝说了句以后 再也不想看到类似的事发生 就要转身离开 湖面上的云翼还在静静地站着 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特别是女主 领总那句 你没资格叫她 轻儿 在她听来 简直就是扎心了 在另一边的穆青蓝 还在担心云翼会跟上来 丫头 你也太谨慎了吧 这时体内的玉统 传来了声音 穆青蓝表示 不谨慎早就挂了 不过这次故意 让她看到我的身体 应该死心了吧 就算她还有所怀疑 也不会追那么紧了吧 玉统也是称赞着 女主的元气 确实是厉害 就在他们的交谈间 穆青蓝感应到身上的玉牌 似乎有所变化 就在她观察着 什么东西进去了的时候 玉统惊讶到 丫头真是运气逆天啊 这时一道道红光 正从玉牌中散发出来 这是玉统玉主的传承吗 就在刚刚 穆青蓝还不知道 玉牌这是什么情况 玉牌却开口说话了 不过她好奇 为什么是个女娃子 穆青蓝也疑问着 对方是不是玉统玉主 在确认身份后 连忙醒了后辈子 经过一番交谈 穆青蓝明白了 这玉牌的来由 原来父亲 穆峰和玉统玉主 有着一个约定 当他有能力 来消灭周浩墨后 就可以接受传承 周浩墨便是之前 那个白发男的元神 不过那周浩墨 因为得罪女主 已经让云翼解决掉了 当玉琳想透露 云翼幻境 经历了什么的时候 穆青蓝表示 这可不关自己事 玉琳也不在理 不过他提出 既然周浩墨解决了 他父亲的约定 就让他来旅行 女主连忙谢过前辈 接着就地盘膝而坐 传承正式开始 苦中 玉琳也是越发惊讶 她发现女主的圆脉 比一般的圆者宽阔 这时穆青蓝说出了 她曾经是玉天静 玄陵感慨着这女娃子 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而且还能表现得 这么不在意 传承还在继续着 外面的人 看着山里的景象 一阵惊讶 江家主以为是 姜末成功了 叶家主现在也带着 一个老头赶了回来 看那服饰 竟然是临奉学院的人 原来是叶小姐 马上就要成为 该学院的学生 租长老特意过来救缓的 正当他准备进去救人时 一个人影不现 接着姜末就憋了出来 她因为身中剧毒 现在可不好受 江家主连忙过去扶起 询问着东西 姜末只能艰难说出 穆家两个字 就在江家主准备问责穆家时 叶小姐也是从结界中出现 看着她哭哭啼啼 受尽委屈的样子 叶家主和那苏长老 都在愤怒地询问着 给谁欺负了 那叶小姐可不会直接说出 只是伤心地表示 没有保护好同族的弟弟 叶家主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 自然不会责怪 她的宝贝女儿 接着叶小姐再次假惺惺地说着 自己是因为穆青岚 推了一把 叶家主听闻 就觉得是穆家的人 要害她女儿 她更是向穆家主发起了攻击 同时要求着对方跪下认错 穆家主当然是不可能跪下认错 不过她接下来 又要怎么迎接两家的怒火呢 注意看 穆家主给三人围攻 这是在劫难逃了吗 就在刚刚穆家主挡下了攻击后 宿长老率先就冲了上去 现在穆家主只能硬撑着 江叶两家主各怀鬼胎 一阵思考后 就在两人的对世间 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接着 他们各占据一方 把穆家主围了起来 原本一个人 就已经没对付 现在三个人穆家主 完全没取身的坑 他只能口头上 说着帝都的穆家 不会放过他们 希望以此来增加对方的压力 不过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江叶两家主 更是同时发起了攻击 穆家主 只能堪堪躲开前面的攻势 背后 却硬生生挨了一掌 仅仅是一回合 他就已经身受震伤 另一边的苏长老 已经复备好送他上路 就在刹那间 苏长老的手指 竟然脱离了他的身体 飞了出去 突然的断指之腾 让他直叫出身来 究竟是谁 我穆家的人 也是你能动的吗 随着声音 穆青兰慢慢走了出来 这时墨宇看到女主 也是松了口气 因为他正想着 不知道要不要去帮穆家主 那苏长老满身杀气地 看着穆青兰 不过在对方 调出自己的名字后 却是惊出一声门 他没想到 在这里能遇到 帝都穆家的混世女王 他现在是奋脱了 这位业家主 突然他又想起那穆少爷 现在只是一个废物 已经给帝都的穆家 赶出祖足 才会流落到这下 这下他的态度再次转变 完全没有 再当女主一回事 浑身的原力永共 就要出手 这时已经身受重伤的穆家主 挡在了女主的身前 他明知道自己会死 还是想帮女主 争取逃跑的时间 穆青兰看着家主的 舍命相救 脸上不禁出现了一枚微信 这时穆青兰说的 我不会自己逃跑 更不用家主你舍命活动 因为倒下的将是敌人 注意看 刚接受完传承的穆青兰 究竟有多强 能否真的一打三次 就在刚刚苏长老要准备出手时 云玉终于也从节节中走出来 墨玉以为他的少主 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去帮助女主 云玉却头都不回就要走了 这让墨玉完全保不清壮 另一边 苏长老已经发起攻击 太有信心 只需一招就可以打倒女主 可是下一刻 一股御主级的威压 袭来令他前进不足 另两位家主更是动他 原来是穆青兰 借用了玄陵御主的力量 勉强还能行动的苏长老连忙往后退去 叶家主这时还以为自己站着 责问着穆青兰为什么要害她女儿 她完全不知道 这都是她女儿的精彩 穆青兰听完叶家主的话 才知道自己在山里面 推了她的宝贝 叶小姐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还没等她想到如何应对 穆青兰一个抬手 直接把她吸到身前 接着说道 听说我要害 我便坐实了这名声 吓得叶小姐连连求饶 叶家主在一旁还想开口威胁 但在下一秒 女主直接让她闭了嘴 云翼在叶小姐的求救声中 停了下来 女主冷冷地问道 你可要救她 回答她的只有一个字 叶小姐以为是自己现在的模样 让对方嫌弃 她把这一切都怪责到女主身上 穆青兰深知这一个字 对叶小姐的伤害多大 眼看云翼正怎么离开了 女主问道 朱雀不要了吗 既然如此 就多谢了 云翼再次回头 还输出了第一个条件 正当穆青兰 以为她是想索取 朱雀时 云翼只是说道 日后有她任何消息 都要告诉我 旁边的墨宇再次顾及 她究竟是谁 直到现在叶小姐 还是不敢相信 云翼就这样离开了 就在刚刚云翼走后 叶小姐恨多了穆青兰 不过女主倒不在乎 本来就已经在山里面 推了她一样 现在 不过是把那没做完的事做完 叶家主还在一旁 择怪着穆家人的狠 苏长老也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狱主的威压 穆青兰懒得理会他们 直接手一抬 苏长老立马口吐 鲜血倒飞出去 这下叶家主 她意识到对手的恐怖 她连忙认署认输 还保证以后不会和穆家 不仅如此 她还在一边 催促她的宝贝女儿道歉 叶小姐 现在对穆青兰的恨事 绝对不会道歉 不过女主表示 不准备难为她 叶家主连忙称赞 这时苏长老倒是硬气 让穆青兰有本事就杀了自己 女主说道我可没那么傻 因为你一个人 而让整个凤凰学院追杀 你这是怕了吗 怕倒不是怕 只是不想一群苍蝇追着 虽然杀你是有点麻烦 但是讨点利息还是要的 女主一边说着 同时挥动着手 苏长老感觉到自己的脚处 传来阵阵凉气 下一刻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重心不稳的她 直接跪了下来 这就要走了吗 穆青兰对着正要离开的 姜家主说道 这一下姜家主马上停了下来 生怕女主动手 穆青兰接着说 离开可以 不过姜牧要留下 还有从今日起城里的南至北的店面 都属于穆家 姜家主心里是多么的恼火 这样一来 姜家就等于成了穆家的附属 不过眼下也没办法 只能答应下来 穆青兰怕她口说无凭 顺手在 叶小姐那扯了一块布 就要写下契约 这一举动让叶小姐 对她的恨再等人家 不过她也不在乎 姜家主可不想和她一起得罪叶家 从自己怀里拿出卷轴写下了血书 然后独自一人愤怒地离开 东西到手后 这次的巨舞大会 也在穆家大声下结束 自从巨舞大会结束后 洛西城里的人 经常议论着这次的鬼路 因为在那天后 穆家接手了姜业两家的 大部分财产资源 就连夏商拍卖行的刘长老 也是带着赫里上门拜访 他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拜访穆青兰 不过家主表示 女主还在闭关中 不方便接见 他只能留下礼品告辞 下人看着这一切 疑问着这一切的变化 都有少爷的功劳了 穆家主骄傲地回答着 何止是功劳 最后我们目抚他 就是最大的依仗了 总有一天 祖族会后悔赶了他出来 说完他再次吩咐起 要注意姜业两家的反扑 他们这次可是吃了大亏 另一边的云翼 回到了他的族中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族长 本来正在修炼的族长 见到他也是停了下来 正想问朱雀的消息 云翼直接承认 没完成任务 请求责罚 族长也没有过多责怪 只是好奇 向来不会失败的他 竟然还会输了 不过看他不想多说 就让他去休息 夜里 玉盘式的满月在云中穿行 淡淡的月光洒向院里 云翼正独自一人 坐在凉亭中 不知道他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他微笑着 拿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里面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耳环 随着耳环的出现 他的思想回到了以前 那时的他独自一人 来到五大学院的 他一心只想提升实力 对于身外的人和事 都不怎么关心 就在他刚走过 后面的团颂阵 再次亮起 随着那清脆 如银鸣般的笑声 一对兄妹献出身来 众人议论着 平时少有人用的团颂阵 竟然一下子传来了三个人 特别是后面 来的那个活泼女孩 简直就是人见人爱 唯独云翼似乎没看到一样 忽然他感到有人 站在了他的身前 抬头一看 正是刚刚那个活泼的女孩 正当旁人不知道 他想干嘛时 他直接自曝了家门 圣元帝国 穆清兰请多指教 原来是刚来到的 穆清兰见到冷冰冰的一幕 生性贪玩的他觉得 这人逗起来 肯定很好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最后理解一下修炼的等级 仔细看 女主正是要把捉弄进行到底 她正在和云翼说着 到时在秘境里 可不会让着牛 正当云翼怀疑他们的实力时 穆清兰再一次在他耳边说出 哪怕你长得很漂亮 我们也不会让哦 还没等云翼反应过来 中原秘境开始了 大家都纷纷往里冲过去 生怕自己怕 因为里面有着各种罕见的宝贝和机遇 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威胁 就在我们三人也准备进去时 云翼在进去前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一次 同时表示 在里面最好不要遇到他 等他进入了秘境后 看见入口处 还有一群人在徘徊着并没有移去 同时他发现大家的境界 都压制在出原境 就在他往里走 那两兄妹才刚出现 就遭到那群人的围攻 就把他们解决掉了 穆青兰石榴一到云翼在看 还不忘对他说 知道我厉害了吧 到时遇到还不知道谁输赢哦 云翼又是一阵无语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厉害 因为大家的境界相同 每次遇到他们兄妹 都会让对方用稀奇古怪的方法取胜 好在那两兄妹并没有恶意 每次只是捉弄一下 玩了有美味的烤肉 还会招呼他一起吃 不过他却从来不会赏面 但有一天他真的受伤了 原来一头紫叶唤销元兽攻击了他 原兽已经追了他几个时辰了 就在他想不通的时候 突然他的脚下一个踩空 直接就往下掉去 正当他以为又中了埋伏 背后伸出了一个手 掩着他嘴巴就往后面拖去 当他看到是穆青兰后 刚想开声询问 上面就传来了动静 原来是那头原兽正在往下寻找着 等原兽离开后 他们终于是松了口气 不过下一刻穆青兰的举动 让他再次明白自己又当了冤大头 原来是他偷了换销的蛋 注意看 这条小山般大小的巨蟒 在这少年手中就如小童般若行 就在前不久 云翼正责问着穆青兰他们兄妹 又在搞什么阴谋 就不怕自己动手吗 穆青兰可真的不怕 让他尽管试试 云翼在那清澈的目光下 很快就败了下来 等他要离去的时候 穆青兰在一边提醒他那夜宵 可是夜行动了 这一天可是马上就黑了 他只能暂且留下 夜里两人都在静静地等 在天亮到来 期间云翼也是知道 原来他们兄妹怎么当了 忽然一阵香气飘了过来 原来是一旁的穆青兰 已经把蛋烤熟了 而且已经开吃了 他非常大方地邀请云翼一起 正当他说出 不要抖 肚子却传来的不忠习的声音 穆青兰立马犯了腾弹 不过是咬过的那一盘 受伤的云翼 就需要抖 再加上肚子饥饿 还是咬过去 入口的瞬间他才发现 就琢磨得 这表情让一旁的穆青兰 看得最很吃心 深夜里 穆青兰毫无戒备 就在云翼的身旁 睡着了 云翼看着身边的少女 也是 她可从来不被允许 而且她并不讨厌 眼睛去的爱笑 又经常会气死人的态 次日清晨 穆青兰正拉着一条粗形 口中大喊就是现在 一条巨蟒 在云翼的殿中 瞬间断层不过 元丹直接就飞了出来 穆青兰开心地 庆祝着他们的额座 云翼却自顾自地往前准去 这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来 穆青兰追了上来 和他并肩而行 云翼突然说到 不要开心 云翼主回答他自己 只是刚好也走这边哦 云翼看着眼前 这个爱笑的女孩面上 血迹竟然不自觉地 升起手 来想帮她擦干净 穆青兰呆呆地 看着她这一步 可思议的举动 仔细看 这是一幅多浪漫的画面 在那绵绵细雨中 一个少年 正准备抚摸着少女的面庞 不过下一秒 女孩的一声呼唤 打破了这情景 云翼更是满面通红地解释 只是想帮她擦干净 脸上的血迹 穆青兰突然看到 后面的树上 好像有着什么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她哥哥留下的记号 她正开心着 终于有哥哥的消息 完全不知 后面的云翼的步路 当她转过去时 云翼整个人 往她身上倒去 吓得她以为 对方想干什么 等跌倒在地目青兰 才发现 云翼已经晕了过去 她连忙起来查看 终于在她手臂上 发现了伤口 应该是之前的夜宵 抓伤的 由于她的胡乱包扎 伤口不但美好 反而淋了雨 还发痍了 在沐青兰的 一声声呼唤中 云翼迷迷糊糊地 发了个梦 她梦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正在哀求着娘 不要去那里 希望等爹爹回来 再上了 因为她听说 那个地方很危险 不过 娘亲却一意孤行 从此她就永远 失去了娘 后来她爹爹 伤心欲绝 也是抛弃了 她随娘亲而去 这时 小时候的她 竟然转过头来 嘲笑她这的弱小 连重要的人 都保护不了 原来云翼 有着悲伤的童年 所以现在的她 才一心追求力量 在那伤心又绝望的感觉中 云翼醒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 身在一个山洞中 然后见到自己的伤口 已经重新包扎过来 应该是沐青兰 在她晕倒后 帮她做的这一切 不过她人却不见了 应该是去找她哥哥了吧 云翼站起 身来就要离开这里 当她走出山洞后 发现前面的湖水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她想着 用来养伤 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 却没想到 那强大的力量 可能也是一种威胁 就在刚刚 云翼发现面前的湖水 有着强大的力量 就要下水去疗伤 回来的沐青兰 刚好见到她下水的一幕 她正想提醒着 谁有问题 云翼已经整个人淹没了 她口里嘀咕着给水里 吞噬了我可不管 实际上一直都待在湖边 没有走开 这时的云翼 其实已经身不由己 她想由上岸 却发现脚下的植物力量奇大 她怀疑 岸上感应到的力量 就是来自这些植物 忽然 那些植物 放化出她娘亲的模样 她一开始就知道 这是假的是幻觉 身体却不能动弹 任由对方 把自己拥进怀里 她发现自己的意识 慢慢模糊 似乎感觉到 自己真的在娘的怀抱里 就在她完全失去意识后 那女的张开了 满是力尺的打算 就在她得逞时 给赶来沐青兰 直接打算 她连忙拉着云翼 就往岸上游去 昏迷中的云翼 感觉自己的嘴巴 让什么堵住了 猛地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帘的 还是那个爱笑的塔儿 她这才知道 是对方救了自己 不过刚刚的一幕 还是让她面红不已 一旁的女孩 还在好奇地问着 你不是很强吗 我就给困住了 这次救了你 以后要还哦 这时的云翼 却在胡思乱想中 她觉得自己应该生气 可对方明明是救了自己 又想到对方 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自己怎么要负责 沐青兰见她一直不说话 可不是要离开 一旁的云翼 却还在努力地 说服着自己需要负责 等她看到沐青兰转身 才连忙起来 询问就这样走了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 好害羞 因为对方完全没法 去放心 而且还生怕 和自己有过多牵扯 转身就要走 她明明知道 这是最好的 但还是越想越生气 沐青兰看着她 也是一脸懵 分明救了她 好像还不乐意了 注意看 这个男子 仅仅是和沐青兰交谈几句 云翼竟然直接拿出武器 就要动手 就在刚刚沐青兰 回到了对方的邀请后 他们似乎还不死心 还在努力地 游说着自己 小队的实力很强 但是女主 还是本来没进去 这时最终的女子 已经不耐烦了 但那男子 不知道是真的 看中武器男士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还在极力邀请 远处的云翼 终于是忍不住了 正往这边走 沐青兰本来 还有点不大心情 下一刻 云翼已经站在了她的面 那男子还想多点 云翼仅仅是一个眼神 她立马就逼什么嘴 一旁的沐青兰 发现她竟然又生气 接着云翼转过头来 霸道地说出了 哪个罪子过来 这一下旁边的众人 无不惊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云翼从来不和人联手 就连沐青兰 也觉得奇怪 因为前不久 对方还嫌弃着自己 跟着她 最后那男子 硬着头疑 对云翼说到 是自己要求的心 希望他去找别人联手 还没等她说完 云翼已经常见爬了 吓得她 再也不敢 沐青兰这时尚情问你 你真的要和我联手吗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故意露出了一图 我要考虑在的广角 云翼在一旁 还以为他不愿意 那个男子 却以为是要答应他的邀请 开心 但下一刻 就沐青兰就答应了云翼的用 这下他再无希望 云翼这回那傲骄的心 正在想 本来就只能选我 其他人 嘿猫 他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女主竟然说知道他邀请 他以为自己的 小心丝给拆到了 沐青兰接着说 你是什么戒子 还人情吧 但这可不知道 起码要救我一次 你还没说 听完女主的话 云翼再一次给气到吴 他脑子里想的 究竟是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就在刚刚 沐青兰看着还在生气的云翼 终于是忍不住说道 我可是救了你呢 你还没道谢呀 难不成是不想承认吗 这个人情 你可得欠着 云翼心想着 就只是一个人情嘛 不过他还是说了多谢 同时表示 今天事情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沐青兰有点听不懂 他说的什么 难道是 以为自己亲了他 但那是在救人啊 他越想越觉得好笑 云翼却是越来越生气 沐青兰一边笑着 一边说道 你不是在意 我亲你这件事 云翼给他说中 更是老面有 立马否认 没有这件事 女主还在笑着说 我不会在意的 救人一命盛造 七级浮屠吗 当真 当然 那换做其他人 也会如此相救呢 云翼还是放不下地问他 这下轮到沐青兰 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自己可不会真实 不过为了不再 给他增加压力 他只能回答其他人 也一样 这下云翼听到 这回答更是激动 甚至还抓了 沐青兰的手 不过这也不能怪云翼 因为在他看来 女孩子是不能随便亲人的 直到沐青兰说疼 他才知道 抱歉放开了手 沐青兰心想 都这么为他主想 为什么好像更生气了 他觉得想不通 还是先走为妙 只留下一句 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走了 云翼看着 慢慢消失在眼前的女孩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人 就在那湖边 站了一坐 时间来到几日后 等来到时发现 已经有了不好人 其中包括沐青兰也到 不过他似乎还没有 找到他哥哥 这是一个小队 来到了沐青兰面前 希望邀请他 一起联手 然而 女主却对联手的兴趣不大 刚刚好碰见 这一幕的云翼 接下来又会怎么样 注意看 这凶猛的袁兽 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大饱口服 但下一刻 一把锋利的匕首 插进了他的身体 最后那袁兽 带着布干就这样死去 在这北川风里 已经不知道 是他们遇到的 第几个袁兽了 就在沐青兰解决掉袁兽后 云翼也是慢慢的反而过来 沐青兰看着他 就有点难气 因为自从联手后 他就一直没出过手 云翼还理直气壮地 说着那些都是小麻 用不着我出手 沐青兰感觉到 他一直在生气 但是又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一边想着 一边就去把袁丹挖了出来 他从来都不会嫌宝的度 云翼这回问题 他之前不是去找哥哥了吗 沐青兰表示 哥哥就算是一个人 也没问题 他比我强多了 云翼有点羡慕他们兄妹的感情 身后 他们正准备继续往前走时 沐青兰看到一个蝴蝶 从眼前飞过 他似乎认识这是什么 让云翼跟上 就朝着那蝴蝶追去 他们经过一个山壁的裂缝后 发现里面果然别有洞天 一直往前过去 突然 一颗巨大的植物 出现了在前方 到处还漂浮着 不知名的小生物 他们在感叹着这友谈的名 沐青兰往前面继续走去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云翼顿感不妙 立马就往前面追了过去 正当他以为女主受伤了的时候 就被对方抓住了手臂 然后下一刻 就给塞进了一个结界 身体慢慢地往上空中飘起 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也认出了那光阶 这是灵界红阶 这种蝴蝶一旦受到惊动 就会产生一个 能让人暂时浮空的小秘识 沐青兰解释着之前 就是在外面跟着他才到镇台 同时说到这蝴蝶在外面 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一般都是送给自己心仪的人当礼物 沐青兰继续说道 这景色美丽吧 不要再生气了 我们和好吧 正当他们浮在半空 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时 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接近 一根长篷 直接就抓住了沐青了 注意看 这个少年已经在这里 独自寻找了六个时人 可是还没有找到他的伙伴 这个空间里 每一个地方他都找过了 就是没有沐青兰的身影 他回想起前不久的一幕 当时沉迷在那美景间 一条树藤 突然就缠绕在女主身上 接着就往后拉去 虽然他已经很快就反应过来 但是那植物好像有生命一般 突然窜出多根尖刺挡在了面前 他一时间也攻不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沐青兰 就这样消失在自己的眼前 他越想就越悔恨自己 明明知道 在这中原秘境 有着多种奇怪的洞植物 却因自己一时的得意忘形 才造成现在的局面 现在只能再次仔细寻找 希望能找到 突然发现地下有个小东西 他赶忙捡起来查看 正是沐青兰一直佩戴着是耳环 这是他故意留下来到线索吗 那应该就是在这里附近才对 可是这里 自己已经明明寻找过几次了 这是一个蝴蝶 从他面前飞过 然后飞到地面的时候 竟然消失了 他看着这一切 也是猛然想起 自己已经查找过了多次 唯一没有想到地下 他连忙拿出长剑 猛地向地下打出攻击 地面立马四分五裂 随着地面的塌陷 里面果然别有洞天 等他落到地面站稳后 终于看到了 前面水里的沐青兰 他忍不住激动起来时 他才发现沐青兰 好像对自己的到来 完全没有反应 再认真一看 沐青兰身上已经布满了血迹 而且已经不省人事 他究竟是生是死呢 云一知道 不能再等下去了 赶忙下水就去救人 这时那植物再次凝聚出能量 向他攻来 水里的树藤 也阻止着他的前进 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女主 云一又能不能顺利救下来 注意看 眼前的女孩 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就这样死去了吗 就在刚刚 云一看着前面的女孩 心急如焚 她明知道沐青兰 已经身受重伤 自己却不能前进半步 她想起她的一谋一笑 云一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往前走去 她终于是来到了沐青兰的身前 她连把对方拥入怀里 她摸着沐青兰冰娘的身体 心中再次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点到来 她安慰着沐青兰 一定会把她带出去 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忆 她抱起她就要往外走 那植物 可没那么容易就放他们离开 这时 云一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去防御她的攻击 唯有紧紧地护着怀里的女儿 任由攻击打在自己的身上 只见前面那些植物 正在凝聚着更强的攻击 云一只能暂时单手护着沐青兰 另一个手用尽全力劈去 终于暂时把攻击打散 她艰难地把女主抱上了案 不过无论她怎么叫 沐青兰都没有反应 等她伸手查探 却发现对方已经没了呼吸 这时来得多么的突然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 一阵惊慌之后 她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回想着他们的初相见 但现在却要说再见了 云一发现自己是真的爱上了对方 她不同意就这样放她离开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命蝶 这是他们一族 每个人出生就拥有的宝物 他们既是一个也是一对 她拥有着主人的生命气息 与他们的性命息息相关 所以不能轻易将她拿出 只有当遇到自己认定的 双方各执一半 就会让彼此有联系 若是一方逝去 命蝶也会消失 这时云一的命蝶 已经浮现在她的面前 同时一分为二 分别进入了她们的身体中 沐清兰在她的一声声呼唤中 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随着墨语的到来 云一也是从回忆慢慢清醒过来 这部漫画就只能跟到这里了 因为是新人上路 数据不怎么好 没办法申请到后续章节 非常抱歉 万分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